今晚内阁已经一决将在这一季国会会议期提成修宪案 保障大马级母亲的国籍传承权 不过掌管法律和体制改革的首相署部长 纳杜斯里阿沙利娜就不点名的提醒 这条抗争之路还未结束 因为特定人士将反对修宪案 阿沙利娜还坦诚对反对修宪者提出的论述感到沮丧 甚至认为这些论述的极度侮辱了女性 I must admit that I am frustrated by the narratives coming from the public including women themselves who says that this law is licensing women to marry foreigners thus opening the gates for an influx of foreigners into our country and eventually taking over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rom the local 阿沙利娜因为必须现身国会下议院为裁案辩论进行部门总结 而缺席了国际妇女节论坛 但是他今早依旧透过预录的视频为论坛致辞 以必须改变 应该改变和可以改变 来敦促各界持续的声援和捍卫我国女性的国籍传承权益 因为最终得益者将会是我们的下一代 否则这些孩子就会因为没有公民权 而丧失平等的教育权和医疗权等等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